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建会的强强对决 最大方地府先来一把延长 1.0元 观大方这边是神木林是有6回合的一个小村 手里还有一点零元 才能再延长 那双方都是大方神木林的女儿国标 观大方珍宝格 最大方生日快乐 生日那边也是印证小科的虎证5% 对面还是有速度方面的优势吧 就目前而言对面女儿大方这两个比较关键点的速度 都是握在手里的 现在宝格这边还有一个长时间倒地的神木林 咱们刚才看了一下是6回合那个小村 再加上对面地府手里人家还有零元 还能接着延长 所以在此期间的话 生日快乐就拥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进攻时机 该出地亭出地亭 该亲宝宝 亲宝宝 当然一定要配合点杀 比如说亲你一个两个宝宝 你就得开始点杀了 也不能一直亲宝宝 那样的观大方神木林站起来 你这不是白玩的吗 那这场比赛的话 大家也都看到时常又超了 因为确实这场比赛 也可以说是 可以媲美那天那场 钓鱼岛跟珍宝格的比赛 就最近这种比较刺激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刺激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 感觉这种国标才会变加的有意思 向刺激寒针 打给最亮方的地府 不想让对面实现一个连续的点杀 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是对面连续点杀 一个不错的契机 防一下地厅 观大方这边该立指儿立指儿 如果女儿村 指儿或者是混眼伞子cd 哎 现在到了 那就赶紧立起来 阴阵的话 其实就占一个速度的便宜了 既有不错的伤害位 然后还有两个超高的速度位 阴阵也算是那种万斤有的阵法 没有明显的弊断 女儿触犯一把青蛇 观大方暂时抢一手易速 现在宝哥这边有点缺宝宝了 赶紧把圣灵先控了 现在观大方只做一个操作 那就是放点上 缺宝宝就赶紧补 地厅再换 观大方继续啊 赶紧把两个宝宝补出来 对面直接沉屁亮的地厅 给你立出来 感觉 要冲一波了 因为圣灵这边只剩下五回合的小锁 再熬把那么两个回合 人家什么灵就粘起来了 所以给到对面的时间也不算太多了 直接拿你的化身寺了 不跟你嘻嘻哈哈的 小爽但是没挂中 直接拿化身寺 从化身寺去解决问题 诅咒之伤 诶 舍着再扔一个 大唐用巨剑了 9500 713点化身寺美了 嗯 163 三次163 但是后边还有地厅呢 那地厅专业破除163 破163 他们是专业的 专业的 来化身寺倒地 就是小嫂没挂中 但是 哪怕是小嫂没挂中 对于现在的真宝阁来说 也是压力善大 因为你女儿村没移属 嗯 这是根本原因 对面稍后 看一下官大唐的指 还剩下几个回合 大唐这边混眼伞 还剩下三个回合 嗯 除非对面 大唐出青石 或者是木出青石 不然你还真没法点 这个大唐呀 半血 半血 能点 能点 能点大唐 因为官大唐这个血量 他不满 只要不满 你就可以点 满血的话 有个混眼伞不好点 但是你残血的话 那就简单了 也就一半多一点 化身寺直接上来就推拿了 他推拿完了以后 没有人心 也是给对面 拉扯出一个不错的 压制的空间 对面接着换机厅 破血皇宫 反手压 对战方的神木灵 剪开封印 这就是破神木的 应该不是吧 破的宝宝 破的宝宝 小死亡 点女儿村了 封了特技 点女儿村的话 不会触发被动法宝 那这个点杀的成功率 还是蛮不错的 战敌加上地厅又被控了 现在他们封地厅 封的特别起劲 现在抗封的地厅不多 前一段时间比较多 现在不多了 他们很多地厅 都搞的是那种 多技能的 就是说有这么个格子 我不如多打一个担法 他们不会去打 那个抗封的剑 又变了 想法又变了 所以现在很多比赛 大家可以看到那种 去封地厅的一个操作 这个时候 观众和神灵也站起来了 现在就 就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站起来以后 你化身色 没有人心 两个尸体点 女儿和神木 这两个点 可以说现在 深入快乐那边 随意拿捏 你没有上限 想怎么杀你 怎么杀你 而大藤这边的上限也是 差不少 假如说大藤 有一万二的血的话 这最起码 也有个五千左右的上限 没回过来 又活了一口一千六 继续中五魂 对两方 宝宝后续有点 是不是跟不太伤了 还是怎么的呀 进攻性的宝宝还得来点 对面地府 大藤 化身色 这三个点的宝宝 消耗比较的大 确实有点 跟不太伤了 地府剩下一个了 大藤也就剩下一个了 把这地厅处理掉 没宝宝了 这缺宝宝怎么进攻呀 化身色赶紧活 你再不管 观察风一会儿 人心可就叠起来了 一把小丑反手 要点杀对面 聚见 也上了 对张风选择换孩子 反手把对张风 什么灵给压死了 但是诈尸了 再抽武器上的神用 宝宝在跟 便宜点发戏 还差200滴 直接将对张风 什么灵拿下 那这一来一回 差别就有点大 观察风地府手里 是有2.0元的 一个延长的 那对面是七回合 没有神木林 也就这一波 对张风 冲不进来了 你没神木林 然后呢 你宝宝方面 现在也比较的欠缺 就进攻性的宝宝太少 你还缺一个人物单位的输出 那你肯定是切不进来了 哪怕把观察风 女儿村切死了 他还是切不进了 女儿村倒地 然后没有然后了 因为你清不了场 清场的 无非就两个东西啊 一个神木 一个地厅嘛 对面 现在这两个都没有 你靠大堂清场 那是 这辈子不可能 打图还凑合 清场的不太行 那这边卡五龙 看观察方这个样子 是要逆境了呦 有逆境这么一个想法了 继续 再来一个神木灵 换逆境 卡了四个 卡了五个 哎呀 观察方这一防万一啊 直接卡了五个五龙单 主要是怕对面防逆境嘛 拉起女儿村 直接起子了 月下迷伤 风出宝宝 化身死 这边我看一下 有三层的人性了吧 三层的人性 已经是有一个 不错的恢复量了 化身死 香火的神木 直接活满了 啊 这恢复量已经上来了 也就是说 刚才点杀观察方化身死 带来的收益 现在已经没有了 很少千军 对战方 但大堂 硬着头皮 点神木灵 这大堂伤害可以的啊 你别看这样的速度位啊 大堂打到后期 就这么一个 比较恐怖的 输出 啊 很多 不管是鸟阵的大堂 还有云阵的大堂 还有鹰阵的大堂 现在他们这三个阵法 很多时候都占速度位的 呃 云阵的话 因为只有一个伤害位 他们选择给大堂 去占速度位 鸟阵的话 是因为没有输出位啊 所以只能占速度位 鹰阵的话 是为了抢速度 所以去占了一个速度位啊 那对面 小手 神木灵的尸体啊 但是砸到了 女儿村的身上 那这个点上 又差那么一丝丝 狂拳之息在送 哎 抓的是 官长方 大堂 官府 化身死 香火的 女儿村 已经是五层的人心了 啊 已经是五层的人心 满人心 到位 给神木 卡个大金 冰川路 一亲宝宝 神宝库这边 完全缓过来 神人快乐那边 还是吃灰仔的地厅方面 或者是 不能说单纯的地厅了 应该是宝宝方面 就是对面冲着冲着 发现冲不动了 没劲啊 没有了啊 油不太够 油箱比较小 砸 砸钱 把盾砸掉 有青石 对面 单大堂 就可以点 狠扫千军 咱们看一下 差不多 打到中后期 青石 都是空切的 估计除了化身死 其他四个都能空切掉 风卷 参云 索性是 小爽 没挂中 那现在双方 这个局势 就比较的 扑索迷离了 大堂手里 还有没有剧剑 哎 大堂手里 还有一点 零元的剧剑 那其实 观众方 这波还能点 女儿又精轻 小爽 不太好挂了 平庭 封科技 也封不着了 观赵 万象 盯着大堂 这孩子要没了 孩子没了 对面 反而现在 有点被动了 比观赵方 更被动 观赵方 是比较费药 就刚才那一波 压制下来 把珍宝哥 这边的药 打得有点 太厉害了 除了女儿跟沈木 其他那三个人 你看那点药 四个 六个 两个 哎 哎呦 这个有说法的 小死亡 他挂中了 女儿是精轻的 我没看错 是精轻的 你看这该挂 也得挂 要不说 这个抗风也好 相思含针也好 这一系列的 都是理论上的 一个可能性 实际上 还得看 看脸 还得看脸 这时候 小死亡挂中了以后 观赵方 可以说 已经有了 一个不错的优势了 就看珍宝哥 能在这个优势期间 把对面的药 拉到跟观赵方 一样的程度嘛 就也得把对面的药 给他打下来 有一点 就是观赵方 现在不需要担心 就对面的清场能力 是非常弱的 他没地听 清不了 当然他肯定还 有 当然肯定还有 地听 但不多 总共加起来 手里也没几个宝宝 地听是肯定还有的 但是不多 神木林 便放月 防止观赵方的连点 九番清廉 再防一手 攻宝宝 把所有的预判 坐在 之前 关赵方果然是反手 去点杀 对张方的神木 这把防御捏下来 应该不会死了吧 有九番清廉的 有九番清廉的 有九番清廉 有防御 必来打的会稍微疼一点 但也没疼到哪里去 单出四千六 他没防住啊 顶着相思寒针 顶着金青 金青也能挂中 相思寒针也能挂中 这几波观赵方地府 是真的立了大功了呀 这地府现在给掉 还给力了 围堵啊 就是没速度啊 这地府手里的灵源 他延不出来 这没速度 比较麻烦 再点观赵方的神木 对张方现在 也只能是冲刺啊 没有过多的选择 现在没有去 等着防守啊 我把状态恢复过来 再说吧 没有那时间 没有恢复的时间呢 你只要稍作恢复 那可能对手的一把点杀就来了 所以对于双方来说 现在只能是进攻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彻底切断对手的一个进攻力 你不就不用防点杀了 对张方延长认出来 有速度 嘿嘿嘿 有速度就好 那观赵万象 观赵方这边还继续亲宝宝 对面已经是宝宝把勾了 观赵方这边还要继续亲他的 宝哥这边的宝宝 储备量是要比对面多不少的 尤其现在四十多回合 这个储备量 可以的 毕竟前期都是对面在冲刺 再加上身份的整体现在的地厅质量 还是要比宝盒 他们差一个导次 就质量方面 也是要差一个导次 数量方面 肯定现在也有差距 但这种差距的话 是一种可视的差距 就能看见的差距 就说白了双方就还能打 我跟你是有差距 但是我还是可以跟你打的 那种不可视的差距 就是压根就没法看的那种差距 那种属于不能打了 这种就还是可以打的 有差距 但是能比划 对面继续换地厅 我看一下队长风大头 剩下一个宝宝 华生剩下一个宝宝 女儿神木剩下两个 第五没有了 小嫂 观众话还是继续压大头 因为对面神木灵要站起来了 大头在做防守 有这么一个指 观众话也点不死了 毕竟观众话也没有神木灵 你大头也没有侵蚀 人家又起了指了 每天S差一步 神木灵掀起战神宝典 范围侠也没有扔中 相思寒珍打给地府 观众话也得预防对面的一个进攻 都得防小死亡顶着相思寒珍 他就没挂中 对面有工地厅在场 一把战敌加上 再搏一搏 看看能搏到什么 如果能把大堂杀掉 还能烧在手的 观众话卡五龙单了 对面这个操作失误了 他选择了一把平A 打到鸟儿村身上 应该是操作失误了 倒是也没关系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大堂拿下的 拿下大堂 平A也是应该打观众方 大堂关火 在杀掉大堂的同时 把大堂的宝贝也带走 这一波还凑合吧 毕竟对面大堂 首先他血线不够 他肯定不能横扫的 这是一定的 他平A的话也只能点着大堂来 这波对面也不算太亏吧 毕竟地府他打的 真的没挂住小堂 也是应该的 其次就是大堂也没休息 血线也不够 火一口沈木林 火满 幻阳术拉起大堂 沈九转 本身要不多了 破血方攻继续轻 观众方赶紧把孩子补出来 小小又清掉一个宝宝 那下一波对面就接着来点吧 接着来点吧 你不点 观众方可就要操作了 磁心吸走 因为沈木林这回合又站起来了 对面砸钱 打针继续给地府 还是怕点杀 因为没速度 只能提前打针 这也是观众方无奈的一种选择 砸了个钱 黄雀之心也没有抓掉 化身色 这种血 火给的神木 没管大头 火给神木林了 地府的毒 来一下 踩塔 对面没有进攻 这双方现在这个操作 就得小心谨慎了 这个时候如果再出现什么 生物可能比赛 直接就尬掉了 但兄弟们可以看到 比赛的长度 应该还有不少的精彩操作 现在已经将近50个回合 岁月强控地府 还是拿地府去做文章 你以双方现在 打到50回合的这么一个伤害 你去预防伤害是不太好防 只能是防地府 是最好的选择 小爽 再点神木林 魔镜加上 有金青 把小爽解掉 就像刚才对双方神木林 那不点防御了吗 点了防御你该死也得死 没办法 打到现在伤害太高了 大唐给了一把瓶 官长方是直接上剧剑的 又是一把3.0元的剧剑 斩杀对面一宿鸟村 鸟村到地 而对双方一把瓶A 点神木 可能对面想的是 官长方会活大唐 对吧 应该不会管这个神木林 所以他只是给到了一把瓶A 比较瓶嘛 瓶肯定还是要瓶一瓶的 你不瓶 赢不了比赛 立刻这边1.0元 对双方没有这么一个 一宿鸟村的保驾 不防感觉 哎呀 不太有底气 战神宝典 加起来 侵蚀献戒 要不要拿年化成四呀 这个时候了 感觉拿年化成四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奇迹如风 破甲树 拿年化成四了 热得不过了 魔镜加上 小耸也挂中了 50回合有情 是不点化成四点谁 对面反手也要点 关键和女儿村了 扛不住 根本扛不住 临死之前 给大唐活了一口 神木林会不会 舔过去啊 对面也是一把 3.0元的巨剑扯下来 单抽化成四倒地 没有铁 那女儿村 应该也没了 关键和女儿村 也是倒在了地上 这一波想来 还是宝格这边的优势更大嘛 毕竟对面缺了个化成四 而且是小嫂倒地 现在宝格只需要把对面 双输出中的一个 给他弄死了 就可以了 小嫂对面 也要拿你的化成四了 你杀我 我也杀你 不杀化成四 对面这比赛必输 所以只能从化成四 这个方面去着手啊 活一活 活到了 这比赛还能继续 活不到 对面直接可以输掉 因为队长风前期是点过 观众风化成四的 163也是被打出过几次 所以这一波下来 化成四也是 无力回天 双方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 都是大唐 都是女儿化成四 倒地 但双方的战斗力还在 就是国标的体系还在啊 就地府双输出 大唐神木加地府 这三个啊 国标的体系还在 就说白了 还能点 小嫂 观众风挂住了 观众风也要动手了 点杀对面的大唐观众 这个伤害可以空切 直接送走 而对两方也没办法 等神木灵能操作以后 对面也得给他抽过来 能不能点死再说 但是必须得点 没有选择 这个情况是没有选择的 小死亡也挂住 你点我大唐 我也点你大唐 双方拼一拼 标一标 没有选择的一个点杀 九千五 直接将观众风打疼 也给你抽死 双方再一次 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 但是宝格 人家占着一个宝宝的便宜 占着一个宝宝的便宜 我有四个宝宝 你只有残血一个 这你是很尴尬的 但是对面不甘示弱 接着挂小死 观众风也不甘示弱 对面有法系的速度 对面有法系的速度 琴音三迭 差一丝 观众风一把琴音三迭 先把对面神木 送走了 对面还有个壁垒 把观众风神木 也送走了 对面就是个地府了 观众风 剩下四个宝宝 再加一个地府 全是满地的小死亡 有一说一 双方这小死亡的命中率 是真可以 打到这种关键的时刻 那就叫一个弹无虚发 就叫一个弹无虚发 你听一话 能不能把这孩子清掉 把这孩子清掉 观众风直接就拿下比赛了 这比赛 打得能笑死啊 这场比赛 堪比那边 珍宝哥跟鱼岛的那场比赛 非常的刺激 太刺激了 这如果是五神坛 就是这种比赛 我相信啊 看PK啊 很多兄弟们看PK的热情 一定会重新被点燃的 就现在很多兄弟们 以前喜欢看PK的兄弟嘛 都是被这些五宝零 四宝一夜 整的就是不怎么关注这些PK 如果啊 PK还是这么的刺激 哪怕是国标 就大家看了一年了 这玩意儿 很多兄弟都看腻了 但是能打出这种操作的话 我相信兄弟们也不会腻的 一个阵容就这种操作 你打一辈子都不会腻的 其实说白了 还是看场上的一个打法和局势 并不是看阵容 你只要别是那种五宝零就行 那关照万象 又来一个对面的人 全部拉起来了 人家的小嗓先结束了 但是关照后这边还有三个小死亡的单位 打到现在对面可以说优势无限的 人全部站起来 对面最惨的时候也就剩下一个地府了 宝宝都没有了 就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地府 但是小嗓 因为对面化身死是先倒地的 人家就可以先拉起来自己的单位 一个地厅冲下来 官家房有点接受不了 风卷 餐云 孩子 这个孩子关键是和沈佑了一下 很关键 很关键 官家房女儿村小嫂也结束 马上其他人应该也快了 化身死 大房也都结束了 官家房也可以 一一的把人物单位拉起来 药品都不多了 都不多了 对面也没几个药了 但比官家房稍微负一点 也没负予多少 对面再换地厅 小嫂再点地府 从根源解决问题 只要把地府解决了 官家房这边就无力再点杀对面了 一把巨剑反手 把对战方的神木林拿下 小嫂再点官家房的化身 神色一刀直接劈死 比赛杀死了 这个化身 随意倒地 比赛没了 结束了 深入快乐 拿下了这场比赛 你告诉我这种 这种国标你会看腻 你会觉得阵容没意思吗 我会的 最近几天的比赛都很刺激 打出了几场 就是近几年 按年算的 近几年 比较好看的比赛 就见会 那武神坛的话 估计还是不太行 毕竟武神坛大家求稳嘛 不会打得过于激进 但是见会这个层面 大家感觉现在已经放开了 干就完了 哪那么多事 对吧 现在官家坟拉起女儿村 先拉起了大唐 大唐手里没有巨剑了 神木林这边 还剩下五个回合小爽 那站不起来 没有神木 官家坟没法点 对面神木虽然倒地 但人家还有化身寺呢 有化身寺 人家就可以提前两回合拉起人 小爽再点地骨 一次不沉 再来一次化身寺 直接推拿了 不给官家坑去击杀化身寺的机会 把大唐手死啊 一个青石 再送走官家坑的地骨 比赛结束了 当官家坑那边化身寺 二次倒地的时候 这比赛基本就没悬念了 除非啊 除非官家坑再一手小爽 把对面化身寺也弄死 那可能这比赛就又有点意思了 对面就神木林剩下一个宝宝 对面没宝宝了 除了场上的这四个一刀户 就剩下神木林手里一个宝宝 对面也是弹尽良绝了 拿不出东西了 官家坑也没多少货了 药品方面欠缺的比较多 官家坑宝宝还比较多 但药品已经是严重不够了 再拉起来 女儿村 女儿村就显得很 很无力啊 无间地狱开起来 你把三票 咬个铃铛 这比赛没有输赢 就是对于咱们观众来说 还是那句话 那天我遇到那场比赛 我就说了 这种比赛的话 对于咱们观众来说 就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 输赢只针对他们两个团队 对于他们两个团队的指挥 老板来说有意义 对于咱们来说 没有任何的意义 咱们只看他的一个精彩程度 对于咱们观众而言 这场比赛 双方都赢了 因为咱们看到了一个刺激的比赛 至于真正的输赢 那是他们的事 跟咱们就没关系 直接切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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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